職工们跟卫生局在殡仪馆设置了安心服务站 有200多位的慈祭职工为亡者助念 复卫家属 并且跟社会局也合作 展开了访试病患以及家属的工作 许多厂区的员工 他们的员工证等物品都被大火给烧毁了 必须要等待协助 職工们送来慰问金、压压金 也祝福伤者可以早日的恢复健康